《威达公司影音产品介绍》 欢迎收看威达公司影音产品介绍频道 今次我会为大家介绍一对喇叭 叫做Kildos Titan 808 Kildos的设计师Derek Gilligan 他已经拥有了25年的设计喇叭的经验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专业音响和舞台音响 也是音乐会的音响工程师 所以他做出来的喇叭 都是充满了现场感和舞台感 Kildos 808 这道喇叭是属于两路半的设计 他用了一只29mm Crescendo的C膜半球型高音 中低音是一只22cm直径 表面用了一种叫做Nexto的阻力涂层 是灰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喇叭最下面 它其实是一只低音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本身是用了Isobaric的设计 箱里面还有内藏了一只低音 而这个Isobaric的设计 它是另一个单元 是反方向在正面低音后面的 这两个喇叭箱本身是独立分开了 中高和中低部分 自己有独立的排气器孔 而这一对喇叭的木箱 正面面板是有三层的MDF 側板加了一个加厚了的MDF 表面是铺了一层真的木皮 顶的切割位置 令到这个喇叭声箱的线条更加有立体感 而这一对Titan 808 它的被震钉脚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 以及用了一个很精准的CNC去切割 QDOS 808这个喇叭 还有一个玩法 就是可以玩一个Active的Closover 当大家配合NAMM为QDOS Titan 808生产的外置电子分音器的时候 只需购买一个NAMM的特製的Snaxo 362的电子分音器 再加它的分体供电 再加三套后级供放去推动这对Titan 808 这样就会得到更加大的动态 和更加松容的音场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大家喜欢我们介绍的产品 可以安排到我们的陈列室试音或者选择 多谢大家 请大家订阅、分享和赞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